白玉金带领武林高手围上长生岛 嫁祸令东来等人是青龙会之人 想以武林之手除掉长春岛的泰旋真人与令东来啊 各位武林豪杰 随我一起灭了青龙会 要战便战 又何必诬陷我等 爱米豆腐 龙象薄若宫 好把刀的力量 龙象薄若宫 原来是你这个老不死的 东来不可应聘 正在观战的诸位朋友 青龙会歼灭在即 还请出来做个见证 送他们一场吧 军宝 我们也去吧 不然他们都打完了 别急 好气才刚刚开始 两位 不知对于此战 有何看法 原来是大理的段四匹马 怎么不在中原 来这里作甚 文明沧海的青龙会出现了 我也无法免俗 自当前来观战 来得差不多了 该收网了 各位银行 一起出一杀了他们 值得青龙会老巢 阿弥陀佛 达摩 哼 大师这是要维护青龙会吗 还是说这是整个少林的意思 阿弥陀佛 贫僧自然不会包庇青龙会 不过 令东来施主他们 应该不会是青龙会的人 贫僧还请白庄主 仔细查清楚 再做决定的好 好 既然如此 那在下就被大师看看 他们投靠青龙会的证据 令东来眉头紧索 看向了白玉京 根本就不是青龙会的人 证据更是无稽之谈 就在所有人都放松警惕时 四周之人 开始慢慢聚拢了 糟了 达摩小心 哼 长生剑果然名不虚传啊 百庄主 这 果然是青龙会 好气开场了 你们 你们什么意思 诸位 给他们好好介绍一下吧 青龙会 第九主军 慕容龙城 请指教 青龙会 第五主军 碧玉刀断玉 请指教 第四主军 小老头无名 请指教 千机变无双 第三主军 请指教 阿弥陀佛 青龙会 第二主军 一位平平无期的老僧 请诸位施主 多多指教 你们 竟然都是青龙会的 浪盟主 若不是因为 这两个碍事的和尚 此刻躺在那里的 就是你们了 难不成 你就是这青龙会之主 看来我也需要 重新介绍一下自己了 青龙会第一主军 长生岛岛主 白玉金 请指教 你居然真的是青龙会之人 拿着围攻青龙会 也是你安排的 不错 但我没想到 少林的人竟然也来了 不然的话 这次可真是堪称完美 不过也没关系 只是有点棘手罢了 看样子 青龙会的人来得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 只不过受伤的各位 还能发挥出几分实力呢 军宝 老夫等不及了 这么多武林高手聚集 我要出手了 不然等会儿都打得差不多 就没意思了 别着急啊 等会人到齐了 你一站定沧海 想想 那个时候 有多少人来挑战你 你还能怕梅架可打吗 是啊 独孤兄 你当年也会去找 有名的高手挑战 这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有道理 但是他们好像快不行了 老东西 不是说好的再等等吗 阿弥陀佛 张真人 好久不见了 是好久不见了 不过贫道没想到大师 竟然是青龙会的人 如此也该清算了吧 清算 张真人 此言何意啊 呵呵呵 听到今日便要灭了你青龙会 至于为何吗 因为贫道小 所以便这么做了 如此 可够 张三丰 就凭你们三人 和弥陀佛 那若是再加上贫僧呢 达摩 你不是中了我的长生剑气吗 好了 多说武艺 谁来赴死 张真人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们继续那场 尚未完成大战吧 你明知道 不是我的对手还要送死 呵呵 倒不如你们一起上吧 诸位 且助老夫一臂之力 张真人好本人 只可惜 今日就要死在这滩海了 阁下不去帮忙吗 哈哈哈哈 老夫自有对手 至于他 呵呵 他不用 什么意思 难道张真人能一人击败 这么多拳是高手吗 油嘛 油Es 音量